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成熟女人的气质尽显 杨子参加露眼,帅气西装魅力十足。 如果不是这次杨子和李宪主演的亲爱的,热爱的受到了那么多观众的喜欢,杨子还是一只自卑的丑小鸭。 这次的沉默的证人也算得上市提振了,股民们肯定是高兴坏了。 他们没想到,男主角居然爆红了,也算是赚大了。 虽然很多童星看似起点比别人高,但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时刻。 付出的关小童、吴磊或者宋祖都算幸运,但也有一些被遗忘的童星,典型的就是《武林外传》剧中的墨小辈。 幸运的是,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,杨子没有辜负他的努力和坚持,终于让观众看到了他的新代表作。 婴儿肥杨子看起来有点可爱。 圈内人都知道,杨子和张艺山的关系超级好。 张艺山甚至表示,即使全世界都不支持杨子,他也会选择支持杨子。 你们的友谊真是难得。 杨子私底下喜欢他的人不在少数,大胆的性格让杨子身边有很多异性朋友。 之前秦俊杰和杨子分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借口,但可以肯定的是,杨子的异性缘很好,很期待他以后的发展。 揭秘肖战对杨子的真实态度,一卷纸巾都能想到他。 肖战和杨子是娱乐圈中备受关注的明星,两人曾经在拍摄电视剧《湘密沉沉浸如霜》中合作,因此被外界猜测恋情。 近期,有消息称肖战对杨子格外在意,甚至一卷纸巾都能想到他。 今天,我们就来揭秘这个真相,看看肖战对杨子到底有多在意。 肖战和杨子在电视剧《湘密沉沉浸如霜》中合作,两人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。 他们在剧中的甜蜜互动也让人们不禁猜测两人是否有恋情。 肖战曾在采访中表示,与杨子只是一般的好朋友关系,两人没有恋情。 他还强调,他的感情生活应该是他自己的事情,不希望过多被外界关注。 尽管肖战在采访中否认了与杨子的恋情,但他对杨子的评价非常高。 他曾表示杨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,对他的演技和才华非常钦佩。 肖战和杨子曾在综艺节目中合作,两人的互动也让人觉得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。 在综艺节目中,肖战还送给杨子一张写有杨子加油的卡片,展现了他对杨子的支持。 肖战的粉丝对杨子的态度也非常友好,他们认为杨子是一个优秀的演员,对他的表演和形象都非常喜欢。 粉丝们也希望肖战和杨子能够继续合作。 尽管肖战和杨子一直否认有恋情,但两人的恋情传闻一直存在。 有网友曾爆料称两人在一起度假,但随后被两人否认。 近期,有消息称肖战对杨子非常在意,甚至一卷纸巾都能想到他。 近期,肖战被拍到与杨子在一起,两人的互动非常亲密。 由网友爆料称肖战对杨子非常在意,两人的恋情传闻再次引发了外界的猜测。 虽然肖战和杨子一直否认有恋情,但两人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。 肖战对杨子的评价非常高,两人的互动也让人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。 然而,他们是否有恋情,还需要等待时间的验证。 肖战和杨子的粉丝关系也备受关注。 虽然两人的粉丝之间曾有过争执,但肖战和杨子都曾呼吁粉丝们保持理性,不要过度攻击对方。 无论肖战和杨子是否有恋情,肖战的未来发展都备受关注。 他的音乐作品和演艺事业都备受瞩目,他的粉丝也一直支持他的发展。 肖战和杨子是娱乐圈中备受关注的明星,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。 虽然两人一直否认有恋情,但从他们的互动和评价来看,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。 希望他们的事业一路顺风,也希望肖战的粉丝们能够理性对待他的感情生活。 肖战走红后这三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而他自己却不肯承认。 提起肖战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,他可以说是2019年最炙手可热的一位男明星了。 他和王一博一起主演的一部《陈情令》非常的精彩,这部电视剧很多人都喜欢看。 而肖战饰演的《魏无羡》这个角色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 肖战出道其实已经有几年时间了,但是到2019年,他才真正的大火。 爆红之后,他的生活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 其实他在这三个方面早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而他自己却不肯承认。 一、感情观方面。 在还没有走红以前的肖战,对于爱情的期待他从来都不掩饰,他也曾经回答过他自己的择偶标准是温婉居家。 可是现如今他再也不敢谈恋爱了,他还说过爱豆谈恋爱是要杀头的。 所以他现在一心都想发展自己的事业。 二、对待粉丝的态度。 没有走红以前的肖战,对粉丝是极好的,经常和粉丝互动,大家都觉得他非常接地气。 但是走红以后的肖战,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和粉丝开心地聊天。 因为有些粉丝的行为举动太过分,让他没有喘息的空间。 三、对待女演员的态度。 大家都知道肖战的性格是非常好的,所以和谁都能玩得来。 在没有走红以前,可以看到他和剧组的每一位女演员关系都非常不错。 但是走红后的肖战,十分注意和女演员之间的距离,怕给别人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